孙二娘的包子铺今天让我来修电路 二娘的店刚开张 他的包子大又香 可二娘说他很受伤 你看开灯灯又闪 还有真包的真笼都电手 一碰直接麻到胳膊肘 很明显他是带电的 更神奇的是拉掉电闸断了电 电人的现象依然会出现 啥原因呢 他们自己也说修过了没修好 才让我过来把故障找一找 这个黑线是真笼的地线 地线带个感应电 地线应该接地线 为什么地线会带电 那很可能是接地没接好 所以说我说他这个原因很好找 就是接地没接好 那就找一下他的地线 这个应该就是地线 插座的地线 连在了配电箱外壳 不知道这个地线好不好 好不好电比一测就知晓 应该是零伏 217 幸亏我没用手去碰 不然的话这个电也能要人命 真是不测不知道 一测吓一跳呀 地线带200多伏 他们说这是前一个师傅 换的新电闸 有重新接的线 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没发现 来看一下地线为什么会带电 电比测火线 220 测地线 插座这个地方都带电 就这种现象据我判断 应该是零火线碰在了一起 也就是火线在线管里对地线漏电 断电 拆线 确定零火地三根线不带电 测漏电 火线对地线 很明显是漏电 再看 就是漏电 二娘说不是所有的电器都电手 所以我怀疑他后来改的插座 连地线都没有 看一下这个电饭锅的插座 没地线 反而没地线的不电手 这些插座都是从下面接上来的 那这个插座地线有没有 看一下 这个插座有地线 但是它往后往上的插座都没有地线 也就是说 以前改电的师傅地线都没给下 所以这个插座再往前 到这个插座之间 线路是有问题的 它中间还有一个插座 打开看一下 您看清了没有 火线和地线的线皮都化了 粘在了一起 铜线也碰在了一起 这就是出问题的地方 这就是线头续接 电流一大 开始续接发热 直接把线皮给烫化了 发生了短路 这个只需要把线重新给它接一下就可以了 当时做电路的师傅是用了这种插头 这种快插 就是它受不了太大功率的东西 会容易续接发热 再让我把电路再重新给它接一下 原来走这个明线 没什么用也给它测掉 恢复原来的电路 为什么它原来 它有漏电保护器 为什么没跳呢 这个漏电保护器是好的 是因为没有地线 它没有地线 它虽然是漏电的 但是它没有地线 地线它没对地形成回路 所以 虽然它是个地线 但是这个地线没接地 没和大地通 所以漏宝也不会跳 这就是为什么地线一定要好 你看 地线不好 它是带感应电的 这个电对地放不掉 它有时候也会电人 会马首 所以得给它做地线 找一个接地体 在这正好有个水管 从地下上来的水管 铁的 镀心的 现在是废掉了 这个水管接地好不好 我一般是这样判断 两只表笔插插座 找出火线和地线 测量电压 然后一只表笔对铁管 来测量铁管对火线的电压 应该是220伏 看 可以 220伏 它应该和灵火之间的电压是一样的 然后拔出红表笔 测量灵线对铁管的电压 在衣服左右 哎呀 很好 这个 衣服左右 很好 这样这个铁管就可以做接地体 连上一个接地线就好 把这一块打磨出来 固定了一个螺丝钉 这一头接近了插座的接地线 然后把配电箱里的接地线 增箱的接地线 接在一起 在这个地方再测量一下 火线和地线 火线和灵线的电压是不是一样的 看一下 火线和地线表明摆动的位置 电压220伏 再看一下火线和灵线 也是这个位置 很好 这个接地很好 档位打小 测量一下灵线和地线的电压 电压在衣服左右 衣服之内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地线是好的 接地好 漏电保护才更好 再看一下它这个锅 这个接地接得好不好 打开 也是为了安全给它看一眼 接着接地 但是接得不是太好 你看一下 线头就碰在上面了 没有扭在一起 所以说 这个很无语 这个得重新给它接一下 像这种接地好了以后 它的灵线也是不带电的 接地不好 灵线也会带电 这些外壳也会带电 也会电燃 现在都好 电路正常了 但是这个灯还是闪 但是测量灯线的灵火电压 很正常 很稳 电压正常 灯闪 那是灯坏了吗 拿出我的小法宝 一个安规电容 把这个电容 把这个电容并在灵火线上 看能不能好 开灯 不闪了 如果再闪就自己换灯吧 这样他们店里 所有的电器都测一遍 看外壳带不带电 如果带电 那有可能就地线不好 桌面 都不带电 原来都偶尔都电手 好了 这样我也就完成了 这次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吉利汽车的充电桩 不充电 插上这些一代盘的没有吗 现在这电好事 这电一尝上 以江电就好事 这就尝上了 这就烂光了 这就蓝光了 现在是红光不对 现在就是红光不好事 必须是蓝光 还是好事 现在就都会睡觉 能吃吗 电压 电压 电压还行 一般充电桩充不上电 是接地不好 看一下接地 咱们说这个地线 有重新做的地线 打在地下两米 然后有焊接的螺丝压的线 应该不是地线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呢 测一下地线带不带电 地线用电笔测不带电 0伏 测零线 带电 但是这个电压不美 一会高一会低 20多伏 再测火线 火线电压 220 正常 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以前充电桩充不上电 是地线带电 零线带电 现在是零线带电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还得用弯一表测一下 火线与地线 零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压 一只表比插地线 另一只表比测量火线对地线 哇 这个电压高了 超过了250伏 再看一遍 表人啪 摆到头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把档位升高看一下 再测火线对大地 地线 300伏 超过了250伏 这个电压有点高 出乎了我的预料 为什么呢 我在问我自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电压确实高 接着测 把档位达到250伏档 测量零地之间的电压 零线与地线 一百 七十伏左右 一百七十伏左右 正常情况应该在 零到三伏之间呀 所以这又出乎了我的预料 是我的表用问题吗 那我再用数字表测一下电压呢 看一下 二百二 这个为啥显示正常呢 因为火线对地电压 二百二是正常的 而我指针表 为什么测的三百伏呢 再看零线与地线 十二伏 而我指针表测的一百多伏 而他们也说 过来检测电路的师傅都说 零地电压 零火电压正常 所以我就很奇怪 电压正常为什么充不了电呢 所以都怀疑是充电桩不好 我觉得查这种故障 还得用指针表 接下来我准备去上一级电表看一下 上一级的电闸在这个地方 打开这个电表箱测一下 它的充电桩就是接在这个电闸下面的 那就测一下三项电在这个地方 对地电压正不正常 对地是不是有漏电的 它这又重新做了接地线 这个地方又做了接地线 等于说是双接地 用弯印表测量 一个夹的夹在地线上 另一个表皮去测量 先测量零线对地 150 挺高 再看一下这项火线对地 一样是超过了250伏 太高了 再看这一项 啪又100到头 太高 这三项火线对地应该是220 现在都超过了250 也就是300伏左右 所以说这是我很挠头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呢 这种故障现象是很少见的 那接下来怎么测呢 另外我测的三项电压之间 都是400伏 这个电压很正常 三项电压正常 然后再测每一项火线对零线 电压正常 也就是说咱们家用电 火线对零线之间 电压都是220伏 所以说他们说村里边用电都很正常 为什么到充电桩这就不正常 这个电表就是从这个变压器接出来的 而电表到充电桩也就20米的距离 很近呀 是充电桩电路的问题吗 他们都怀疑充电桩 拉充电桩以后我再测电压 还是这样 和你充电桩没有关系 电压都超过了250了 超过250了 也就是说跟你那个没关系 它这个电压是有问题的 是他这个 是兵亚器没做接地吗 兵亚器 兵亚器做接地 他没做接地 要不然我见我救了 主要是看做没做接地 主要是看他的灵地 是不是 他一下为什么说 不知道 自动情况没有解释 自动情况要么说地不好 接地做的不好 不是你接地做的不好 还是他们的接地做的不好 这种现象会迷糊人 这边压器 他这个边压器出来的线上了杆 又从杆上下来的线进入他的充电桩 现在打开这个边压器看一下 这是零 这是地 零线带电 地线就不带 因为我站的是地上 它的地是同源的 然后还是零排 零排应该是没做接地 零零 他们之间的电压 零地之间 有电压 而且这个电压在慢慢的升高 在慢慢的往上涨 哎 这是为啥呢 为什么呢 而且这个时候你再去测零线带电多尔复 四十一幅电压高上来了 电压不稳定 一会高一会低 所以说现在这种故障现象我基本上就猜出了什么原因了 有万一表层一挡的车通段发现不通 供电所的师傅也来了 我先看一看吧 这里有个缝 可以看到下面的接地体 连出的接地线 但是看不清楚 连哪去了 在香变下边 有个很大的空隙 这里有几个砖 我把它挪开等等看到 可以看一下 里面是有接地体 还有压出的接地线 上面的接地线是接接地排 再往里看 有个线别的没样 没接 在那里当浪的 这个接头一共接出了三根接地线 去看一下 他缺一个地线上去 接那个中央点 如果我错了 那就梳上错了 这根线在这了 一根线 所以那根线得接到零排 这个箱换的时间不长 就是说在接线的时候 有可能把这个线给忘了 把这个线拽上去 接到零排上 按照原理应该接到零排上的 把它压到零排上 送上电以后再测量 对地的电压 可以看一下 火线对地 和零火之间的电压一样 240副左右 正常的情况 火线与零线的电压 火线与地线的电压 应该是一样的 这样就好了 我给你送上电压试试 好了 能不能充电吗 这箱子能挪出去 下雨就完了 绿色的吧 绿色的 绿色的 刚才是黄色的 现在绿色的 就是表里面 好了 好了 这样我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 我前面说的是 如果我错了 就是书上错了 就是说的是这一个 TT接地系统图 这是变压器的一块 变压器三向线圈 输出三向电 三个火线 但是它有个中性点 中性点要接地的 接地 这是打入大地的接地区 就是 它包括充电桩 包括三向设备 或者是220的设备 它都需要做接地 这就是TT系统的接地方式 你看啊 它的零线 这安逸是零线 在这个地方是需要接地的 连在一起的 而变压器的中性点 也是接地的 它这个接地体 还连出一个地排 也就是说是 变压器的外壳 配电箱的外壳 箱边的外壳 都是连的地 现在这种接地形式很常见 很常见的 还有一种就是TNS系统 这都是书上的理论知识 然后用到现实中就是 呈现那样的故障现象 以前也是不多见的 因为谁也不会怀疑 变压器这一块 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一般不会怀疑 只是 我运气好而已 运气好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